每朝新聞頭條 國際焦點 報章精華內容 寫平宅邀 一日為你壓要解讀 D100 新聞天地 主持 李錦浩 鍾藝謙 早上 2021年5月18日 歡迎收聽D100 新聞天地 直播西有老總 李錦浩 鍾藝謙為大家主持 歡迎香港面對這樣的政治環境 任何重要位置的人士任命 都會引起無限的政治想像 事實上都會動輒得救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宗教人物 成為香港新任天主教 他的出現 似乎又帶來了一個新的想法 新的氣象 即是說周神父 周守仁神父 新任命 周守仁神父的任命 有一些神職人員 說到 其實周神父做人的處事方式 十分圓滑 亦不跟政權硬碰 而蘋果亦都插錄了周神父 近年一些言論 周著一些 豁闊敏感議題上的時間 例如說到一個港版國安法的時候 周神父亦都說到 究竟甚麼可以做 甚麼不可以做 其實教育界都在問 大家都應該一起去反思 亦都不要刻意去挑戰法律 從這段說話來看 其實都可以反映到 就是周神父的處事方式 似乎 用在現在的兩端 即是一個政治意見 十分之對立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作為有 豁闊 中間派的人士出來 去作為一個 教區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亦都未免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所以這也是香港一個政治啟示錄 即是你凡是去到兩個極端 無論是怎樣 都會引起另一邊的人 是反對 所以你怎樣找到一些中間 而有難力的人 又肯出來做這個橋樑的角色 其實這就是香港 未來我們這個社會如何修復 共自衛 當然香港現在的嚴重傾斜 亦都不是說是個別人士 包括特首可以完全控制 好 又說回一傳媒 今天仍然成為了多份報章的頭條 當然這些報章的頭條 亦都是繼續追擊一傳媒 似乎真的要至於死地才甘心 東方的頭條 亦都真是就著一傳媒 昨天的停牌事件 就說到 在這次黎智英的股份 這麼買賣的時候 似乎是一個斬除禍根 要加快的行動 亦都真是說到 昨天保安局長李家超出來見傳媒時 就被問到 究竟今次去凍結黎智英先生的資產 以及國安罪行的時候 會否有多一點解釋給傳媒或公眾 但李家超亦都就著凍結資產的問題 重新做法亦都經充分考慮 亦都有法律依據 但具體的款額和理由 因爲都是涉及一些調查行動 而不宜公開 對 說到調查仍在進行中 真是無可奉告 似乎都成為了一個滑山符 但你總需要 是要交代整個事情 所以現在大家只能夠繼續觀望 亦都看看壹傳媒在目前 被集水後被斷水後 你能不能夠熬過了 這個最艱難的時候 至於近期香港真是很熱 今天仍然很熱 我們都要熬過這個夏天 好 今日記者的天氣預測 是大致多雲有幾陣的驟雨 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32度 新界會再高1、2度 吹和緩南至西南風 展望未來一兩日 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 接近周末有幾陣的驟雨 現時氣溫29.7度 相對濕度76% 既然天氣這麼熱 今天就帶大家 吃個早點看看一隻海牛 新生物早點 有四字遲一個泥牛入海 當然什麼都沒有了 但今天說的故事叫做 海牛被困紅樹林 結果也是喜劇收場 這隻海牛因為今年初是一個 紅樹林吃了一些有毒的阻擂 令牠受困於紅樹林的地區 動不了 也有一些動物單位 接報後 去到紅樹林地區 他就把這隻海牛 送到動物園 幫牠做治療 經歷過一段時間 終於海牛就有一個健康體拍 有完健康體拍 都要把牠放到海裡 怎樣把牠放歸野外 說這隻海牛相當之重 有接近500公斤的重 都要用成20個人 才能夠把牠成功放入海 千多磅的海牛 你看見牠不動的時候 你真是怎樣抬牠都很難 不過看到整個救援工作 除了一個責任之外 我們也很有愛心 工作人員就稱牠做 打零打零 快點醒啦 快點醒啦 說回香港 我們其實香港社會真的是 我們都有一個集體的抑鬱社會 怎樣醫治抑鬱症呢 其實並沒有一個很簡單的藥物去治療 不過現在有一個醫學上一個突破 今次有一個醫學研究 就是講到 究竟抑鬱症和我們大腦細胞裏的結構 是否有所關係呢 這個研究就發現 其實在人類的大腦皮層裏 有一種叫做突竹的樹突擊 如果接觸到維他命的時候 是會產生變化 也都相信今次這個研究 或者就可以識別到人類大腦的一些結構 以及有抑鬱症之間的關係 希望有助幫助研究治療抑鬱症的成效 可不可以香港的全世界 很多國家民族都會面對 這個情緒抑鬱病 怎樣能夠有效醫治呢 也是一個人類的喜訊 好 轉頭看看 看看兩岸時評 講一下台灣聯合報 怎樣看台灣今次的疫情 兩岸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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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民眾都很自發 留在家就不出街 但是聯合報繼續砌 就是蘇貞昌早前 不斷說到的超前部署 似乎真的面對疫情來臨時 所謂的超前部署 只是停留在口罩分配問題 但是對於如何加強一些篩檢 如何獲得一些疫苗 就踏步不前 尤其在疫情急劇升溫的情況下 有一些民眾即使是確診 跟一些議員求助時就說 其實沒有床位 那是不是要留在自己家旁邊呢 但是如果一個確診的人在家 這麼近距離的時候 難免都會造成一些疑似傳播 當然在野黨去批評執政黨 永遠都有道德高地 永遠都是很狠的 不過社評其實都點了一個問題所在 就是台灣確實有點鬆懈了 就在資源調配 當然台灣的醫療系統其實沒有崩潰 但是在調配上似乎就不夠快 以此出現了有人確診了沒有病床等等 其實病床你經過調配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社評都提出了 是不是好像訪校內地那樣 有方方醫院 即是你集中有些後備的病床 可以去應急到大型的爆發 那方面確實是一個問題 當然疫苗的輸入 那也是一個關鍵所在 看完台灣的時評 倒看環球時報的社評 就說到耳巴的問題 就說到美國是有負於世界 更加傷害了穆斯林 環球時報就說到 其實今次聯合國的安利會的緊急會議 而最終未能夠就耳巴衝突的達成一個聯合聲明 其實美國是成為最大阻力的原因 也都說到 其實今次拜登政府對巴勒斯坦人權的漠視 是打了自己一巴掌 因為今屆的美國政府 其實是用維護人權作為新外交的旗幟 但是環球時報就說到 美國似乎只是喜歡中國新疆的穆斯林 而對於耳巴的穆斯林是視而不見 當然這個耳巴的情意結就錯綜複雜 但是很簡單 他都成為了中美一個角力的議題 其實中國一直希望在中東問題上有更大發現權 也都希望盡量去爭取到穆斯林各方面的支持 但是他的社評都點了一樣東西 中國在新疆問題上你對穆斯林 其實是否太友善的態度 引起穆斯林世界對中國 都有某種看法 所以糾纏不清就在於情意結 好 稍後看看真正的耳巴衝突發展成怎樣 其實你稍為熟悉近代史就知道 這個耳巴的衝突 起碼我們從當年的六月戰爭說起 你不了解這段歷史 你很難了解今天這個耳巴的局勢 也都要了解一下猶太人在美國社會 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力 為什麼美國這麼偏袒 這個以色列呢 當然 一個中肯的看法 現在這個互相猛烈的轟擊 造成了很多平民的死亡事件 其實大家都犯了這個戰爭罪行 尤其是以色列和爾巴兩方面 都是不停發射一些火箭 其實造成一些平民的損害 甚至一些死傷人數 也都不斷增加 現在呢 加薩已經是累計到200人的死亡 也有專家就覺得 剛才老總也說到 雙方都是一個的戰爭行為 為什麼呢 因為在膠質裡面 其實殺死平民就並不違法 但是 亦都要遵守一定的規則 就是包括要清晰分別一些軍事目標 但是 今次巴仁的武裝分子 向以色列的城市射火箭的時候 一來是射火箭 二來以色列還擊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的目標 都是一些民房 住宅區等等 亦都用一個 似乎他們是藏有哈馬斯據點等等的原因 但是這些原因都不能夠作為合理化 去炸這些有居民 有商戶等等的大樓 當然以色列的戰鬥力 當然比哈馬斯強很多 但哈馬斯亦都相當橫強 亦都是向以色列的城市發火箭 所以就不要用好道德的判斷 說哪個鐘 哪個姦 我站哪一邊 其實以巴仁恩怨情仇 真是你很難去判斷 但現在以色列又出了那一招 就是停你水停你電 因為整個加薩地帶 儘管是哈馬斯控制 但以色列一封鎖 水電各方面 其實一封鎖你 變成你的生存也有問題 斷電除了日常生活受到影響之外 其實現在疫情在全世界 每個角落都有人 斷電的時候令呼吸機無法制氧的時候 有可能在疫情肆虐期間 造成第二種威脅更往 有一些長期病患的人士 都是依靠呼吸機才能生存 斷水斷電不單止日常影響到 甚至一些無關痛癢的人士 都牽涉在戰爭中 特別在中東地帶水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以色列的海水化碳技術很好 其實多年來都靠一些在沙漠地帶 怎樣生存到 所以如果一是破壞了海水化碳的運作 斷電你最多辛苦些 斷水你真是不人道 現在大家都去到一個 好像是你死我亡的一種心態 看看可不可以未來幾天 那邊有一些逆轉 哪方面的介入可以停一停 坐下來談一談 未來幾天的話題 仍然是我們的討論中心 現在周謝辰回來看香港報紙 每朝新聞頭條 國際焦點 報章精華內容 社評雜要 一日為你壓要解讀 D100新聞天地 主持李錦鴻 鍾麗謙 早晨 2011年5月18日 星期二 歡迎收聽D100新聞天地 直播室有路總李錦鴻 和鍾麗謙為大家主持 說回耳巴的恩怨情仇 現在的衝突 暫時看不到有任何力量介入 是可以能夠 起碼大家冷靜下來 去看看雙方 都有一個Hidden Agenda 即是無論是 以色列方面 或者黑馬斯方面 其實都不是單是去處理歷史的問題 都處理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 這個才是難搞 當然香港很多問題都很難搞 但是今天的新聞 我們手上的新聞解讀會 會再多說幾句 就是 教廷委任了周所仁神父 這位是教育界的一位知名人士 出任香港區的主教 至少短期內解決了 天誅教可能出現了一種 特別是教友 以致神 一種分歧 不一定是分歧 分歧的問題 找個中間大家接受的人物 也有點而空降人物 好讓大家心裏面 起碼不會有那麼多反對 究竟周所仁神父 下來做香港主教的時候 能不能夠解決得到 即是現在在教區 或者教會內部的矛盾 甚至爭議 能不能夠 作為一個僑良的角色 去修補兩極化的一個情況 稍後再詳細講講 先來看今日的報章精華 蘋果日報的頭條 周首仁任港主教 神職人員說 處事緣滑 是不跟政權硬碰 明簿一樣說到 就是華人校監周首仁 空降港區的主教 升島的頭條 就是香港星期五起 收緊外防 日升馬七國禁入境 南華早報說到 這個升港旅遊氣泡 似乎都要再延後 多個頭條報道 黎智英的股份禁止買賣 壹傳媒停牌 斬除禍根要加快 文匯都用了壹傳媒末日近 股票勢淪為廢子 信報報道 迪士尼業績公佈 在疫情下虧了27億 是歷來罪傷的經濟頭條 新股京東物流首日的孖展 做到1,166億 是超扣146倍 大公報 用社會聲音做頭條 講到一名外籍補習老師 涉嫌有拍女童的不雅照片 明報報道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出缺兩年 梵帝剛昨天公佈 教中方制國任命耶穌會 中華省省會長 周首仁接任 一度被指屬於熱門人選 被視為開明派的教區扶利主教夏至成 以及被指教親北京的教區神父蔡惠文 亦未獲任命 今次教廷小佑委任屬修會神父空降 空降到教區作主教 六數不歲的周首仁在香港出生 過去多以香港華人 九龍華人書院校監的身份發聲 1919年反修例校園躁動時 他多次強調聆聽學生 但不代表認同他們的所謂 有學者分析 未來如何修補教會黃藍兩派撕裂 是港區主教最頭痛的事 他就形容了 周神父就願意和不同人溝通 是善於談得透徹令人信服 明報的報道 周首仁曾經在港華和九華任教過 亦都成為兩間華人校監 當日報章都找了華人仔的回應 蘋果引述華人校友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的反應 周首仁出任校監期間 即使時勢艱難 都能夠保持華人校風 相信有一個開明的人 他說主教任命幾經波折 雖然教宗度來度去之下 選出一個不會令到任何一方 有太大反應的任命 本身天主教徒的梁家傑坦然 以時教友之間相當撕裂 形容誰做主教都困難 期望周首仁能夠用最大的同理心 身體力行去實踐天主對人的愛心 一來自蘋果 星島報導 保安局日前引用港區國安法 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 以及其擁有的三間公司 本地銀行賬戶內的資產 壹傳媒昨天上午9時起停牌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 如果他有合理理由懷疑 某些資產和危害國家的罪行有關 便可以以書面發出凍結通知 強調凍結資產是國際供應手法 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相關違法行為 與私有產權無關 對於有傳當局有意取締《蘋果日報》 李家超表示 當局會依法處理個別組織 強調保安局所採取的行動 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和新聞工作無直接關係 是聖島的報導 蘋果就引述記協主席楊健興說 事件反映了國安法和實施的 細則透明度近乎零 包括是媒體在內的商業機構擔心 隨時因被指涉緣違反國安法 而被動產 他批評政府用國安法做武器 針對不喜歡的媒體 其實相信政府要用盡法例內的權力 難以估計政府還有什麼極端手段對付異己 來自《蘋果》 《蘋果日報》報導報導 港府上年有1860名公務員辭職 創了23年的新高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昨天就再透露 上年一共有21名政務官辭職 流失率大約5.21% 比率屬於10年間的高位 對於流失率上升 聶德權說 公務員離職原因各有差異 但認為公務員留任吸引力降低 與新製沒有退休金 以及年輕人就業文化不同有關 有公務員工會人士認為 公務員再沒有長訪固然是原因之一 但近年公務員的職業風險越來越高 有甚麼事不僅僅離開了就算 亦令到流任的吸引力大減 《蘋果》的報導 蘋果同事引出了公務員工會聯合會 總幹事梁囚婷的一些回應 梁囚婷承認 新製公務員是沒有長訪 令新年覺得沒有太大的退休保障 增加了年輕公務員辭職的誘因 該公務員以穩定性挽留人材 但現在沒有吸引力 只能用長縫去留人,但政府是不會的,所以看不到怎樣留人 他同時指出近年公務員的職業保障不穩定也是因素之一 他這樣說,不明朗因素太多,連自己私人的社交平台說話都要小心處理 加上宣誓安排後,有甚麼事不僅僅炒了算幕,亦令新入職的公務員留任吸引力大大減少 再看來自明報的報導,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及支聯會秘書蔡耀昌 問貞招集人陳浩煥等10名民主派人士,前年10月1日在港島參與 沒有國慶,只有國商遊行 案件原定昨日在區域法院開審,10人在開審前分別承認組織 參與及善罰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一共三條罪行 法官胡雅文將案就押後到5月24日聽取求情及5月28日判刑 控方在眾人認罪後要求撤銷他們的保釋 但因為控方未完成播放片段,胡官留待今早前處理 根據控方案件,黎智英聲稱去銅鑼灣逛逛逛陸 攻勢被告帶領示威者到終點時,陳浩煥則顯示 今天不是最後Day遊戲 楊欣在被捕後公開表示有組織遊行 《明報》的報導 部分被告斥責警方打壓遊行自由 公開呼籲市民加入公民抗命 實踐《基本法》所保障的遊行權利 庭上播放當日記者訪問黎智英的片段 黎智英自然自己說 我只是逛街 語大輕鬆地說 去街穿黑衣服也不允許?犯法 案件咬到本月24日求情 28日就判刑 來自蘋果 《蘋果》你一則報導 2019年反修例事件將近兩週年 到今年3月底一共10250人 因為反修例事件被捕 2500人被檢控 檢控率是24% 當中1200人完成法律程序 其中有八成人有法律後果 自去年國安法實施 一共有107人因此被捕 57人被檢控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說 國安法實施後 暴力罪行大減 鼓吹港獨行為收斂 但相關風險未消除 蘋果報道 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出爐後 香港進入油亂轉治階段 中央表明香港需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和民生問題 今年初民建聯提出 變革香港主張從六大方面改革 星島專訪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他說變革重中之重制行政改革 包括要檢討以致改革整個文責制 地方行政架構以及檢討如何令公務員團體與此並進 他期望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前 可以有行政改革的討論 亦期望有意參選特首的人能在這方面提出想法 如果頂層設計未能去配合社會需求再好的政策 願景都無法執行 來自星島專訪 明報報道 規管假新聞議題近月在社會發酵 特首林鄭月娥月初說是須時研究 目前是沒有立法時間表 但表明會嚴肅處理 未有法例規管之下 市民可以向報業評議會投訴失實報道 報評會執委中大學者蘇若基認為 報評會在業界自我約束問題 某程度發揮作用好過沒有 但他就說該會的言論沒有法律免責權 導致其評定報道是否失實時就要就住 免反租報刊控告誹謗 報評會因此變成武華老虎 他就說該會一直向政府爭取有類近消委會的部分免責權 令報評會是負權發揮作用 但一直都未獲回應 明報報道 明報報道 政府提出修訂私隱條例引入針對起底的罪行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罰100萬和監禁五年 或經簡易程序定罪罰款10萬監禁兩年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天開會討論 工聯會的陸仲雄就關注轉載起底資料者是否多日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說 這個本身都是發放進一步披露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寧回應說 他現在建議的修例涵蓋轉載情況 轉載時沒有想清楚或預見後果 但你不理會便有罔顧的犯罪元素 這是來自明報 星島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緩和本安 昨日只是新增一宗輸入個案 過去24日以來 只有一宗沒有源頭的本地個案 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昨日表示 本安疫情有機會清零 提醒市民不應該因疫情放緩而不接種疫苗 不過面對海外多地疫情轉催嚴峻 繼台灣之後 港府昨日再宣布 從星期五起 收緊由新加坡、阿根廷、意大利、日本、肯尼亞、馬來西亞和荷蘭 7個國家抵港人士的檢測和檢疫要求 從相關地區抵港的非香港居民 將不會獲准入境 收緊外防措施抗疫 值得留意的是 港府同日也正式宣布 暫緩和新加坡建立旅遊氣泡 其後再限制當地國民入境 對當地入境安排作出迅速調整 星島報道 明報 華大基因一名在化驗所大樓 劉叔第一個月的29歲男員工 在本月上旬被驗出新冠病毒陽性 衛生服務中心和港大調查發現 驗出陽性的樣本並非是新冠病毒的RNA 而是經過加工 基本上是不具傳染的病毒DNA 當局相信男子並非確診 港大專家袁國勇 昨天事實有關的實驗室 不排除該員工吸入或接觸到病毒DNA 而造成污染 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鎮認為 如果事件涉及病毒DNA在空氣中的飄揚 情況不理想 要調查清楚出事的原因 來自明報 星島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一年多 重挫旅遊業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昨天公布去年度業績 表示受到疫情打擊 原坊在整個財政年度中 約六成日子關閉 樂園只錄得170萬入場人次 安年大跌7成3 歷年新低 樂園全年收入急錯7成6至14億 虧損近27億 亦是連續六年獲得虧損 以及開幕以來最大虧損 值得留意的是 樂園收入大減 加上維持基本營運及工程項目開支 以至去年到尾現金流急跌到9億6,900萬 較前年大跌6成7 是樂園完成首輪礦建以來 即近8年來的新低 並且要開始動用華特迪士尼公司 早在2017年因為樂園擴建 而預留的21億周轉順貸 以支持樂園的營運開支 升到的報道 接著看看報章的社評摘要 台灣的評論 這個是蘋果日報的評論 就是講到台灣的情況 就講到台灣先前成為國際社會的抗疫模範生 不只是靠抗疫指揮中心的部署 以及醫護人員的努力 更是靠民主制度下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如今,台灣的防疫出現漏洞,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空間仍在 對政府的批判和監察仍然不是罪 蔡英文政府下一步抗疫必定要謙卑地聽從專家的意見、聽從民意 如果不能快速壓阻疫情擴散,給民眾健康和安全的希望 何以於提早敲響政黨輪替的忠聲? 來自蘋果的評論 明報都是論到台灣疫情的 台灣爆疫對香港最大的啟示就是防疫一旦出現漏洞 整條防線可以迅速崩潰 如果台灣之前一年多沒有大爆發是幸運 最近香港能夠避過了變種病毒社區擴散 同樣有很大的幸運成分 疫苗的接種率高是經濟民生可以持續復償的基礎 香港必須加快疫苗的接種 等到大爆發才打針將來已經太遲了 各方應以平常心看待這個谷打針 意氣用事政治先行對香港防疫並沒有好處 是明報的評論 經濟社評 台灣新冠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不論是疫苗傳貨 抑或檢測能力 適數因為政府缺乏前瞻規劃 又不肯放下謀台獨的政治偏執尋求外援 頓時阻止又絕 台灣經驗再次助證 變種病毒可以迅速摘根 港府外防輸入應當從嚴從緊 本港市民在可以的情況下就要重速打針 經濟社評 文匯社評的標題是 黎智英作惡多端一傳媒窮途沒路 本局運用國安法凍結黎智英的有關資產 合法合理合情 有助防止黎智英利用相關財產 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 和香港法治穩定的圖謀 而失了黎智英的資金支持 蘋果日報的資金鏈遲早會斷裂 勢必進入末日倒數的階段 來自文匯社評 星島社論就說 前特首梁振英近日提議 動用郊野公園部分邊垂地建居屋 這應該是政府走出困局的方向 因為這類土地不涉及與土地擁有者爭議 亦不用搬遷居民 可以一下就到位 進一步來講 香港的郊野公園佔全部土地四成 比許多城市都多 只要劃出一小部分 便可以興建大量的房屋 來自星島社論 信報就輪到尾巴局勢 既然有美國公開撐腰就不能推測了 有此無恐的內塔尼亞湖 在達到懲罰性效果之前 是不會輕易收手 甚至有可能乘機在屯狠區 加速驅逐巴勒斯坦人 主哈馬斯最壞情況 就火同中東地區的外部勢力 勢同以色列來過玉石區分 以巴和談斷斷續續經過二十多年 和平始終是遙不可及 反而製造更多的紛爭 美國的中東政策如果再繼續是失衡的話 局勢恐怕亂常加亂 信報寫明 接著有新聞解讀 說說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的新任命 自從上主教楊明璋在19年病逝 這個主教位置一直懸空 當中有很多的討論 天主教也有兩派的意見 一派就是比較支持 比較開放感言的夏臣庫 另一派覺得應該是比較保守 傳統一點支持 蔡臣庫 兩者之間都各有支持者 都各各的論據 今次教廷運用高度的政治智慧 有天而空降爆冷 就找了長年在教界工作的 周守仁出任在這個位置 剛才讀報紙也提到 有些神職人員 期望周守仁用他的處事方式 這麼圓滑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夠真正作為一個溝通的橋樑呢 令到無論在教會裏面 又或者在一些教區裏面 有一些牽涉到政治議題上 能不能夠作為一個理性的溝通平台 等一些教友能夠處理到 即是各方的一些紛爭 但是同時間 亦都因為周神父的背景問題 其實因為缺乏了一些教區的工作經驗 空降下來時被傳媒形容為沒有人沒有物的時候 難免在一些牽涉到一些程序問題 或者一些行政問題上 可能都不能夠這麼理想法處理到 而且也講到 其實教區亦都牽涉到一些政治問題 不是蔡臣富 是周神父 能不能夠用他作為一些教育的專長的時候 用回相同的模式處理教區的問題 又能不能夠行得通呢 亦都是一些擔憂的情況 跟宏觀的香港社會政治來看 這次的任命也是一個挺好的啟示 當社會不斷撕裂對立的時候 你找到一些中間而各方接受的人物 來擔任一些要職 這是比較上一個是能夠聰明的辦法 一個智慧的選擇 當香港這方面的人肯不肯出來一回事 但我覺得周神父最大的問題 也不是今天報章所說 天主教內部矛盾 哪些不是你的班底等等 最大的問題 就是應付著現在中方 不斷希望改造香港 包括天主教 每個基督教都會成為了一個針對對像 第二就是教育界的問題 周神父本身就是兩家華人做校監 他充分了解到 教育界所承受那個 所謂政治方面的壓力 而造成要很多的改動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他最大的戰場 其實是不是面對教區內部的人士 那些是容易處理到的 但對外所面對的政治的壓力 那你怎樣定得住呢 還有怎樣運用你的那種良好的溝通力 來令到對方聽你說呢 當然你要對付這個 不是對付的 你要跟林鄭對話 這個溝通沒有問題 怎樣跟這個搞意識形態的 中聯辦、港澳辦 來對話 這個就真的很多的矛盾出現 所以這次周神父的一個空降的安排 能不能夠真是打破了 剛才老中所說的 在教育修編或整治的問題上 能夠真是還頂得下 大家都很關注 而且究竟周神父的空降安排 是不是一個折衷方案 還是後面也有其他的盤算在 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任務需要執行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大家的估計 接下來大家繼續觀察究竟 周神父空降完之後 會有什麼發展 時間來到8時半 下個節目是風波 女的茶杯 D100新聞天地 放假之後